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舰长的时候有没有让您记忆比较深的人和故事 这也说20多年过去了 有些事情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当时在舰上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国家最好的驱逐舰 感觉还不错 但是051型的驱逐舰上面有上游导弹 上游导弹现在都没了 那时候130的炮应该说和以往的军舰比起来 比如说我们过去是用了01型的原苏联的驱逐舰是一个炮舰 比起来应该是要先进的多了 已经跨了一带 因为已经是导弹驱逐舰 导弹驱逐舰了 当时还挺引诱的 虽然防空弱点 但是海战没问题了 没问题 海战对一些周边国家 比如说我们对南海周边国家还是有优势的 但是一旦和外军接触 那时候和外军也有些接触 比如说我们到美国去访问 是051在上面改过的其他型号的军舰 美国的军人第一印象 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你们舰长的炮怎么那么多 确实是我们有30炮、25炮、130炮、前后主炮很多 我们就靠这个了 当时我的解释 其实我们的海军和你们的海军不一样 你们的海军主要是大洋作战 我们海军除了在近海作战以外 还要担负近海的巡逻、巡航等等任务 要对付一些什么海盗 所以我们的炮多 作战目标不一样 实际上我们装备那个时候比较落后 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防空导弹 防空导弹还翻了远程的进程的 还有反导的导弹等等的 当时我们是一概没有 而且导弹那个时候美国已经阿利普克进了 是垂发系统 我们叫蝉饰系统 蝉饰导弹 平时我们导弹是不能装在舰上面的 是要放在洞口里面的 把它用惰性气体封闭起来的 如果有作战日落的时候就要占地等级转进 一般现在可以讲的 当时是不能讲的 转进了四二八个小时 两天 有作战日落 两天以后才能把它装上舰 那就不像现在的冷发系统 吹发系统 我当时就可以用带着的执行任务 执行训练 当时我们是没有的 我们当时的水平比人家要差20年30年以上 那个时候 我们当时战备等级转进的时间比较长 有没有因此影响任务 在您当时作为副舰长的期间 也还是有的 也不光是当任副舰长 因为我在机关也待过 我们经常要执行一些比如说护航任务 护航 巡逻任务 那么当命令下达部队的时候 当然有计划的 比如说即日之班 我提前可以告诉你 当然有特殊任务 比如说海上对峙的时候 突发性的 糟糕了 我们常常那个时候用更小一些的护卫舰 因为护卫舰是用柴油机 柴油机快一发动 可能两个小时它就能出动了 可是我们的小心舰艇去了以后 我们第一个耐步能力不行 晕的是一塌糊涂 第二个 有可能人家是一个大舰 你是不对称的 你是作战能力比人家弱的就很多 类似这样的事情是经常遇到的 不得已 你出不去了 只能用小心舰艇 甚至用猎潜艇去 猎潜艇更快 可是猎潜艇 大家就知道它是猎潜用的 上面只有武器炮 行不成威慑 对比方 行不成威慑 只能是到现场看一看情况 简单的说真的要发生战争 那里不是人家的对手 当时我们和日本和韩国会发生一些临时要处理的问题 会发生一些海上要处置的问题 经常是我们大型舰是出不去的 您说的和日本和韩国要处理的问题 有能在我们这讲讲的吗? 王老师 听说您之前还在海航 比如说在轰炸机的部队工作过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海航轰炸机的变迁 尤其是您当时驾驶的轰武型的轰炸机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现在大家对这种轰武这款轰炸机已经不太了 连年轻人都没听说过 对 这个轰武飞机实际上是二战末期的时候 是一个主力在50年代初 是在俄罗斯援助我们的飞机上发展起来的 当时只能携带炸弹 一吨携带量 一吨炸弹 这么少? 非常少 或者是一枚鱼雷 当时海军型的主要是水鱼雷机 当然在5060年代还有它的作用 但是对舰艇也还是有威慑力的 我在空中发射鱼雷 那个时候周边国家的防空导弹也不行 也还是有一些威慑的诞生 毕竟鞋弹量小 它的射程有近 自己就很危险 基本是凌空轰炸那个时候 有点同归于郡的意思 有点同归于郡的意思 当然后来到了70年有轰溜飞机了 轰溜我们刚开始也没有导弹 也是凌空轰炸 它的携带量大一点 最大的携带量是九段 当然九段里的载油又小了 出去不是很远 那个时候搓一导链基本是很少 我们在南海舰点和我们有轰溜 到南沙去执行任务也非常少 洪武的半径非常短 几百公里三四百公里 这样的话很难对真正我们的对手 对人家是没有威胁的 除了人家来清零零的时候 你才管用 当然现在也不一样了 现在整个事过去是怎么说呢 经过这么二十多年的发展 我们的海军的专用飞机 比如说我们的尖峰7 我们的苏30 我们的尖15和国外同类飞机相比较起来的话 水平一点也不比较 比如说我们的尖15 我完全可以这样讲 一点也不如人家的大黄蜂F18比它差 当然F18最先进型的 经过改进型的飞机 还是比我们先进的 但是你要想一想 它的F18 它的芯片用了什么 七八十年的芯辈 用286就不错了 那个时候 可是我们现在用的尖比芯片 我们的航电系统用的这种基础的设施 比它要领先一代到两代 我们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肯定比它强 所以这一点我们得有信心 不要老是说我们不行 当然我们又不行 比如说我们软件系统 软件一个是你的研发能力 第二个 你的实际的操作的经验 实战的经验没人家多 这个软件有实话 不是说你技术人员能开发出来 必须和实战检验 要结合起来 发现里面的毛病 发现毛病不断的修改 因为美国自己人不断打仗 所以它在软件方面肯定比我们强 但是它的一些设备 它的平台 我们现在绝对不比它差 对 就是我们的监视务 我们的监控器飞机 我们的监控器现在进行了改进 监控器A 应该说跟周边国家比起来还是挺有威慑的 比如说我们 飞豹 用飞豹 比如说我们可以挂在英机12导弹 包括我们的监视机挂英机12导弹 英机12空箭导弹也有几百公里的射程 而且是超音速 几百公里 也不能说 两百公里以上 您这太保守了 还空射型的两百公里 两百公里以上 看是什么样的运行的方式 有的运行方式 比如说你怎么样的高度配备 怎么样的速度 这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相对国际上同一类型的导弹 我们是先进的 而且是超音速的 对航母绝对是个杀手 你别看了航母说这个防空系统 那个反导系统对英机12 当然我们必须要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之下 如果这个导弹发射出去了 其实航母也是很难方便的 是真心导弹 那么就看美国的航母距离我们这个海岸有多远了 这个我还是挺有感受的 因为在比如说96年的时候台海危机的时候 美国两个航母编队到了一岛链之内对我们进行威慑 它的邦克山驱逐舰 也就在我们沿海一百多公里的地方对我们进行威慑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的导弹的射程 英机8 原始型的就是法国卖给阿根廷那个飞鱼导弹 我们在40公里的射程 够不着它 当然在你一百多公里地方 你拿什么打它去 我们那时候有052装备的也就是英机8导弹 可是现在我在设想 真的再有类似那样的事情发生 你的航母到一岛链以内 你还敢来对我进行威慑吗 当然你可以来 你对我威慑效果吗 你能达到你的目的吗 你的阿里布克街驱逐舰能到沿海这么一二百公里的地方来对我进行示威 你敢来吗 美国人自己的心里他自己都很轻松 你来了 来了就是我的靶子 绝对不敢来了 绝对不敢来了 他也可能来 因为他判断你 可能判断你 你不敢打他 但是你是没有用的来了 起不到你的威慑效果的 对 相反是我们对他的威慑更强一点 对 如果在这个距离上 对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美国的阿里伯克级的驱逐舰 我们知道阿里伯克级也是在不断的改进 现在可能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在不断的改进 所谓极限久了 对极限久了 王老师 我们中国的水面舰艇最近这几年发展也非常快 有的很多的军迷包括凤凰网的网友 都是用下饺子来形容 驱逐舰 护卫舰 包括一些青蜓护卫舰 当然最关注的可能还是我们中华神盾 比如说052C和052D 那么这两款装备就以您的了解 在不涉及到军事机密的情况下 它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所谓的中华神盾就是052C 那个时候是我们搞神盾的实际上是一个试验的阶段 那么这个舰是用052D的平台有了垂发系统 但是垂发系统 它不是像美国那样的马克41那样的垂发系统 是一个转盘式的 就是发射了一笔导弹 有点类似于舒适 再转过来 像主人枪一样的发射系统 但是我们有了垂发系统 积累了经验 所以后来搞了052D 那么网上现在传 就是052D 我们要造一批10艘左右 现在已经造了几艘 真正能够达到美国宙斯阵级阿里伯克这一型的驱逐舰 整体战绩水平的是我们的052D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相控的雷达 其实我们的相控的雷达 刚才我提到我用的元器件比美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阿里伯克级的要先进 我们的发现距离就要比它远 当然我们的解算能力 后台处理能力 不一定用人家强 因为它的软件比我们好 这个我们现在也在发展 但是我们的平台 比如说我们使用的动力 我们使用相控的雷达 我们使用它导弹 比如说我们052D 我们可以使用英机62的导弹 后续还有可能用英机18导弹 这个网上都有 那么英机18导弹 我的射程比你的鱼差肯定要强多了 而且是两段的运行方式 前段用亚因素 后段是超因素 是任何你的美国对方的舰艇 不管你是航母 还是伯克级的驱逐舰 提抗德罗加的巡舰舰 你要解算我的这种运行轨迹队伍进行抗击的话 你现在转捏也达不到 速度是变化的 对 所以美军还需要时常来检验 不过这个检验美军的代价可能会很大 对 他现在也不敢估计 他现在对中国海军整个的装备发展情况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应该是很了解的 王老师 在您的这种比如说跟外军的交往过程当中 尤其是外国同好 比如说美国海军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或者是印度海军 就是跟他们这些外国的海上练艺进行交往的时候 您就对比我们中国自己的海军 您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感悟 比如说我们哪方面有优势 或者哪方面我们还需要弥补一些不足这方面 这些年来的感悟主要是这么几个 一个就是确实我们的硬件水平已经上去了 甚至我们的有些硬件水平跟俄罗斯比起来已经超过了俄罗斯 硬件水平都超过它了 当然俄罗斯有些导弹 武器系统的性能比我们要好 但是舰艇的平台 比如说我们引进的现代级的驱逐舰 它的动力 正气动力 是比较落后的一种动力 但是它的导弹 比如说布拉莫斯导弹 这是航母的杀手 就这一个特点 就能制作航母 尽管平台不是很先进 甚至我们和美国比起来 刚才我提到过和它伯克奇驱逐舰 我们052D的平台的性能 导弹的性能 包括我们相共的雷达性能 一定不亚于它 没问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方面 就是我们的软件水平还是比人家可能要差 比如说我们数据链系统 美国现在航天航空水面水下 基本形成它的数据链 情报共享的能力比我们要强得多 一个是我们的开发能力 第二个 我们技术人员和作战人员的集合 包括作战经验 这方面肯定是要弱于北约这些国家 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 因为他们长年在作战 在与作战相关的行动多 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多 第三个方面 如果不足 我们的训练水平确实还不如人家 因为我们刚刚有这一型的舰队 你要知道一个合格的舰长要培养出来要25年 25年合格的舰长 舰长我们有的是 但是你运用现代化军事武器的能力和水平 这个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包括你都没有合格的教练 比如说我们看我们航母舰长哪能一下子掌握那么多情况 我们刚刚有 我们利用二地这不是刚刚有吗 可是美国已经用了二三十年了 人家在这一方面的积累的经验 形成了一些教学的文书 形成了大纲 肯定比我们更激进的实战 对 这个是你是没办法的 得有一个过程 对 我们这一方面 刚刚开始包括 刚才说 尽管我们的利用二地 它的平台水平和阿利波克差不多 但是你才有几十搜 人家是几十搜 包括我们的搜索也不如日本 日本爱荡级高波级现在加上八十搜 还要再高两种十搜 我们现在还是没人家多 你的先进装备没人家多 你的产生的人员 合格的人员 肯定比人家少 对 这方面我们要大力 要加强 要改进 要提高 要下狠功夫 和美国比起来 其实可能有的已经不到一代了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装备 毕竟先进装备我们少 另外这些先进装备 毕竟没有经过很接近实际的这种考验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 这个装备有哪些漏洞 比如说我们平台可以了 我们软件可能比人家差两代都有可能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即使先进装备和人家可能还有十年以上的差距 对 包括人员的培训 我的舰长如果他的水平不是非常高的话 可能就无法把舰艇的作战性能全部发挥出来 对 过去可能大家有些误解军队要打仗 一发号司令打就开始打 实际上一个舰长对他的综合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实际上也不光是他的军事技能 他的技术性能 还有国际的经验 我们这方面就更欠缺了 我经常说 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要有现代化的军人 要现代化 首先你要完成你的国际化 你的国际化没有达到的话 你不能说你是现代化的军队 比如说我们当现代舰长 我们好多学类都挺高的 包括英文水平也是不错的 甚至在国外都呆过 搞会训练的 但是这时候现代化的训练 现代化的思维要一个过程 这方面我们和人家比较 还是相对来说要差点 比如说 南海林医院撞击的时候 大家现在都知道 撞击了以后 人家飞机往我们好多人一停 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我们应该马上冲进去 这里面很多教训可以继续 下次有事情的话可以继续再谈 我们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何应用国际法 如何应用国际的惯例来处理这个事情 把我们的效益争取得最大 把对方的缺点全部挖掘错了 能利用的东西我们确然利用到 我们这方面确实还不行 也不能怪基层官兵 因为他们平常接受这样的训练就少了 涉及不到这方面的内容 涉及不到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有了 比如说我们国防大学经常讲一些国际法 甚至于有些基层官兵在基层呆过的指挥员 要对他进行去 比如说媒体就像我们这样 如何去表达如何去处理 类似这样的东西 必须有一种国际化的理念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我们这方面确实没有经验 国际化尤其是海军 所以说海军是需要传统的 所以海军首先是一个国际性的军种 陆军不一定是国际的 海军本身的特征就应该是一个国际性的军种 因为你是流动了国土 我们现在比过去已经强多了 我们每年出访很多国家 而且每年有很多外舰到访中国 因为我前一段做中国军队杂志 我们每期都有新加坡的舰艇 澳大利亚的 新西兰的舰艇到访上海 是非常频繁的 外军来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舰长带过来了 一个舰长就带了一个舰过来了 过去我们要出去的话 要舰队副司令 舰队参谋长 这样的人带队 要组织一个班子来处理这样的事 现在我们就好多了 我们也有自己舰长带出去的 最多也就是支队长 比如说我们在亚洲上巡航的时候 有舰队领导去 但是到某个国家访问的时候 我们的舰队领导不一定去 一个舰长支队长 就可以处理说明什么 我们这种数字比过去还是有大大的提高了 王老师刚才还提到了亚丁湾巡航 咱们中国军队亚丁湾巡航是从08年年底开始的 对 那么几年了 七年多了 您认为亚丁湾巡航对中国海军的提升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亚丁湾巡航是非常不必要 是对中国海军全面的提升 我简单的说 比如说对我们的装备 亚丁湾那个地方 它的气候条件和我们在近海做的舰队试验那种条件下的气象水平条件还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到了一港几个月 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舰艇 比如说到那个地方巡航一两个月以后 突然你的焊接你就产生了裂口 因为有时候温度比较高 长时间在那巡航 而且你没有其他的装备保障人员在上面靠自己 那么就会影响自己的任务的执行 包括有些机械的运动的这些部件 因为在那巡航你就长时间的运动 如果你在家里面搞训练 可能几天就回来了 几天就回来了 到了一搞几个月 到了证明你某一个部位的机械零件 长时间的磨损情况下 你的故障率就比较高 你不经过这样的巡航 发生不了这个问题 发生不了的 对 尼布鲁补给有很多种方式 我们也经常训练 那么在那个海区的情况下 边执行任务边要补给 它的补给方式可能就是不太一样的 和你正常的补给训练 它就不一样了 就更接近于实战化 更接近于实战了 有可能就是 比如说我们出去的时候 老林武要是用那种重游的 三天就恨我们的赶快补给一次 对不对 但是你在执行任务 你的最大极限是多少 设计性能是设计性能 执行任务的时候感触是不一样的 也有可能超过你的设计性能 也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 达不到你的设计性能 你赶快就补给 这个只有从实战经验当中才能得出来的机会 在什么情况下 航行多少天 你要补给什么东西 在什么情况下又不一样 这个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的检验 你才能得出这些数据 为什么美国报告原来欧洲式军队训练的时间是非常长呢 一方面是对于人员的检验 一方面还对于装备的检验 另一方面是对你的一些作战纲要训练条例进行检验 不断的修改 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对 王老师 我还有一个疑问 很多军民和网友也有同样的一个疑问 就是说美国海军在亚定湾护航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一些直接的武力介入手段 比如说直接把海盗击毙了或者把它抓捕了 甚至我们看到前几年韩国海军也有把海盗抓起来绑起来或者扣起来 就放到自己的军舰 还说什么拉回到韩国去进行受审 但是我们注意到我们中国海军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驱离为主 甚至另外有一些警告的手段也比较多一点 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还是说我们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 实际上最主要的是法律保障问题 因为那些国家或者是利用了西方法律的国家 它有相关的法律保障 就是说你抓了外国人员上舰以后如何处理 美国早就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韩国也有利用美军的一些法律参照之行 说实话 中国到目前还没有 所以亚军红航部队现在呼吁要制定相关的法律 这个以前没有遇到过 就是在外面凶狼抓外国人这种犯罪分子到舰上来 如何处理 怎么处理 没有法律依据 我们抓是没有问题的 技术上没有问题 技术上一点问题没有 完全可以把它俘虏 但是抓上了以后你就难办了 你是引渡 甚至于有些国家没有引渡条例 或者是引渡很困难 或者你判刑 你依据哪个法律去判刑 在国内好办 比如说在我们零三千里内 我抓了一个犯罪案 国内法判刑 在国外那个地方抓了国外的人员 如何判 如何处理 我们现在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 您说的美军还有完善的法律 也是它的国内法 是吗 他抓了苏玛里的海盗 依据它的国内法来处理 但是他自己可以定义 比如说他是个战争犯 他是个什么破坏人类罪行 他就有了这条东西 他就可以用自己的法律去判刑 因为美国它是国内法 打入国际法 美国处理问题是最简单的 那么韩国也有它相关的国际法律来处理 因为韩国它经常处于这种军事对峙的紧张状态 他早就制定了相关的法律 我们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中国海军有在完善 有在完善的地方 王老师 这方面我们是正在研讨之中 还是在计划或者策划之中 我们未来有没有可能 海军部队已经向相关部门提出这样的建议了 对 我们还是有这种需求 有需求 因为这样的事情 后来发现 因为我们过去出去少 好 现在我们出去多了 比如说我们执行维和任务 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 抢险救灾 我们已经出去过好多次了 假如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比如说抢险救灾的时候 强盗 遇到强盗了怎么办 或且需要解决这一方面的法律问题 否则我们的部队无从下手 对 或者说你贸人处事可能影响了 其实有的国家和我们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友好的 如果没有法律保障 你就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 很难处理 我们的护航编队有没有在亚丁湾护航中遇到比较危险的情况 您了解到的 因为我们知道您是海军的局内人 我没有到亚丁湾护航参加过 护航没有去过 但是我到有部下去过 有战友去过 也还是有的 比如说它的小艇对我们进行跟踪 海盗的小艇对我们跟踪 这就很危险 因为它的代价很小 它小艇过来以后 有没有其他的武器 你很难说 即使它让一个手榴弹 可能炸在你很敏感的部位的话 可能对你军舰也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是有可能的 这样的跟踪是经常发现的 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驱离 利用警告射击 利用我们的直升机 叫它驱离